志工們陪著長輩逛賣場 挑選生活物資日常用品 長輩們的臉上充滿笑容與期盼 逐以選購自己想要的物品 老人福利關懷協會 在重陽節舉辦此項活動 邀請到大同區錦心麗長輩出油購物 減輕弱勢長輩生活負擔 更有輕盈共辦的意義 很感恩啊 很開心啊 看著家裡就買 看著家裡就買 對嗎 哪裡有賠償 賠償 賠償 有寶蘭咖啡啦 貴格 這個 貴格 這個 我都喝這個 其實這幾年我們逛賣場的活動 是辦了很多場的 那也不是做在北部辦 其實我們 上個月高雄才辦完一場而已 所以我們一年大概平均逛賣場的活動 北部加南部大概差不多 會是在五場到六場左右 其實過去我們一直都是送物資到長輩的家裡面去 那我們看到很多長輩其實 他是很期待能夠出來走一走到戶外走一走的 那有的可能行動不方便 那種種因素 那後來我就想到說 其實我如果說我們可以帶長輩出來外面走一走 能夠選購他們想要的東西 其實這樣子也是對他們講是一種 心裡面的一個快樂 因為快樂其實很難 就是你送東西給他他是快樂 可是那個快樂可能只有三分 可是你帶他出來逛賣場 他那個快樂可能是七分 可能是八分 所以我們才做這樣的一個搭配 其實我們主要是三大類 第一類就是獨具長輩 第二類就是低收入戶 第三類的長輩就是食荒長者 因為食荒長輩其實是我們協會 長期在關注的在照顧關懷的一個對象 因為食荒長輩說實在的在台灣這個社會 他是屬於比較邊緣的 比較弱勢當然是不用講的 那因為社會對他們有一些 不一樣的角度的一個對待跟看法 所以這個領域的這個團體 這樣的一個對象的話 其實是比較少被人家關注的 他們是屬於低收 中低收 或者是獨居老人 然後有的是身心障礙者 我們第一次跟老鞋配合 那當然我們裡面其實 之前就已經有在免費提供餐點 對 那我們老湖這邊是第一次 我覺得很棒 我們在RE這個行程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已經在想 我們要買什麼東西 對 或者是可以買什麼 對對對 他們都滿心期待 逛賣場對一般人來說 犧牲平常 但對於外出困難的獨居長輩而言 卻是很艱難的行程 協會特別以專車接駁 致工全程協助選購物品 讓行動不便的長輩也能走出戶外逛街 購買想要的生活物資 並且透過聊天與陪伴感受到關懷與溫暖 接著溫暖台北報導 接著溫暖國 couples陪伴感受到 老湖這邊 又是兩個股市北部 公市場